茫茫人海 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容易 俗话说 暖一颗心需要很久 伤一颗心却只要一瞬 余生别辜负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王小波在《爱你就像爱生命》中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无论我们走了多久 走得多远 家永远是我们的港湾 家人往往不在乎 你飞得高不高 却在乎你飞得累不累 无论你在外面混得好与坏 总有人在家里为你默默等待 看过一个小品 主人公三儿在外打拼 三年没有回家过年 今年终于要回家了 母亲兴高采烈地做好了菜 父亲早早地倒好了酒 可是三儿刚出了车站 就接到客户的电话 有个三千万的项目 必须明天上午签合同 三儿犹豫着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母亲兴奋地问她 什么时候到家 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 三儿艰难地打断了母亲的话 跟母亲说明了情况 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 父亲接过电话安慰道 儿子没事工作重要 年以后有的事 我跟你妈过年都习惯了 你就踏踏实实地回去吧 三儿准备去买车票时 听到母亲哭泣的声音 原来他们都忘了挂断电话 母亲哭着说 老头子你怎么这么狠心 儿子都到家门口了 咱不得见一面吗 你喝啥闷酒啊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父亲带着哭腔说 我想儿子了 三儿这才明白 原来父亲刚才的那番话 全是善意的谎言 只是为了不让自己不安和为难 想到这里 他一下子控制不住情绪 放声哭了出来 即便在外漂泊 有空也要多陪陪父母 有时间也要常回家看看 别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了事事无常 在一期王牌对王牌节目中 王欧说出了 埋在心中许久的遗憾 他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想对2006年 11月15日那天的自己说 你应该把手上的全部工作放下 立刻赶回家 看你爸爸最后一眼 不然 未来的日子里 每一天都会为今天而后悔 那天 忙于工作的王欧 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 这一成了 他心中永久的悔恨 我们常常觉得 未来还长 可以再等一等 但很多无尽的等待 最终都成了永久的遗憾 高雅玲在《五家内闺女》中说道 父母在时 你察觉不到生命的宝贵 父母离去 你才知道 人生的短暂 没有父母欣赏的舞台 再绚丽 也填补不了 内心的空白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情情经不起等待 不要等到失去事 才知道她的珍贵 在电视剧《甄嬛传》中 甄嬛带安玲蓉 亲如姐妹 安玲蓉在参选秀女时 因家是清贫 备受欺凌 在甄嬛出手相助下 才得以顺利进宫 进宫之后 甄嬛一直深得皇帝恩宠 而安玲蓉一直反响平平 连宫中的宫女 都敢不把她放在眼里 甄嬛虽然得宠 但是对安玲蓉关怀备至 见她义务担保 甄嬛就把自己的衣服 和饰品送给她 天冷时 甄嬛为她送去木炭 祝她预寒 甚至将自己身边的婢女送给她 供她使还 也是在甄嬛的吉利引荐下 安玲蓉才得以获得皇帝恩宠 对一个与自己 有如此恩情的姐妹 安玲蓉起初也是心怀感激的 她用入宫时 每个新人 各得一匹的枝花棉 连夜为甄嬛做一个 卵卤套子 这样甄嬛抱着 暖炉子取暖 就不会烫到手了 起初 甄嬛觉得 用这么好的料子 做卵奴套子太可惜了 安玲蓉 却毫不心疼地说 只要姐姐喜欢 就不可惜 后来 见甄嬛越来越深得皇帝宠爱 而自己 却被忽视 安玲蓉 渐渐心生极度 走上一条不归路 亲手毁掉了 她与甄嬛的姐妹情 在甄嬛怀上皇子之时 不小心被猫抓伤 安玲蓉趁机 送去一盒赎痕交 说是可以去除猫抓的痕迹 实则是在药里 加了大量摄香 害得甄嬛被华妃 发跪了整整半个时辰 导致流产 甄嬛流产之后失宠 安玲蓉 更是联合皇后和瓜尔家世 陷害了甄嬛全家 还派人在甄嬛父亲 所在的监牢里 投入大量老鼠 害得甄嬛父亲 差点死于鼠疫 为了阻止甄嬛回宫 安玲蓉和其贵人 一起设计 让皇后假装失足 故意让太后宫里失火 蛊惑皇帝 称甄嬛回宫是不祥之兆 导致甄嬛回宫形成受阻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人心也是 当甄嬛知道 一切都是安丽蓉的计谋后 心寒如铁 友情经不起算计 伤害过后就无法复原 就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 钉子可以取下来 可是那些洞 却永远存在 友情没有捷径 唯有不断经营 真正的朋友 是彼此成就 而不是相互利用 高山流水 非知音不能听 平生执行者 屈指能挤人 不要轻易 把那个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 人与人之间 是一场以心换心 当热情总是遭遇冷落 付出得不到回应 真心只是被敷衍 即使在爱 也会将感情收敛 不主动 不打扰 然后 就散了 在电影 《影视男女》中 国伦喜欢小芝芝 而小芝芝内心 也喜欢国伦 但是 又不想让国伦 那么容易追到手 所以 她想要再多 折磨国伦一阵子 国伦每次 来到小芝芝 打工的炸鸡店外 等她 她都故意 让国伦 多等一两个小时 国伦虽然很生气 但是她爱她 只能默默承受 国伦对小芝芝的好 也在小芝芝的一次次 故意冷落中 消耗殆尽 这天 国伦照常在炸鸡店外面 等小芝芝 可是 当她得知小芝芝 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 就下班走了时 感觉自己被戏弄了 她非常生气地说 要见就见 不见就不见 干嘛每次 都要这么折磨我 彻底死了心的国伦 再也没有去找小芝芝 事后 小芝芝对同事说 我只是故意 让她追得辛苦一点 我爱她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她会突然不理我了呢 树叶 不是一天黄的 人心 不是一天凉的 伤透了心的国伦 最后和别的女孩 走在了一起 而当小芝芝发现这一切时 只能以泪洗面 追悔莫及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是相互的 没有人 能够一直坚持 无望的付出 也没有人愿意 一直拿自己的真情 换来可有可无的敷衍 打败爱情的 不是时间 而是日渐敷衍的态度 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不容易 不用你的冷落 含了人心 有些人错过了 就是一辈子 作家陈桑曾说 你知道 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吗 希望的开始 失望的等待 绝望的收场 人这一生 能够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 不容易 人生最不能辜负三种人 生我养我的人 跌入低谷时 扶我的人 陪我到老的人 亲情 经不起等待 当你在外拼搏打拼的时候 别忘了家里 也有一堆老人 为你默默守候 友情 经不起算计 别因为自己的不珍惜 而将昨日最亲的某某 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爱情 经不起敷衍 没有回应的爱情 即便炽热如火的心 也会慢慢变冷 愿每一份亲情 都得到被守候 每一份友情 都得到珍惜 每一份爱情 都得到甜蜜的回应 余生 别辜负了那个 对你好的 都不遵守 你 都不遵守 那 都不遵守